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美中关系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社会中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中关系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 正在朝着更为稳定和正面的方向发展 但是两国关系也时常充满矛盾与冲突 尽管两国在外交 经济 文化和军事各个领域 都展开了合作与对话 但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 美中两国仍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互信 美中两国能否建立 真正的互信 另一方面 美国最近的民调显示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下跌到 他就职以来的最低点 两项不同的民调结果都显示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赞同 奥巴马总统的任职表现 许多美国民众对美国的未来表示担忧 甚至有人开始质疑 美国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今天交点对话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谈谈这些话题 一位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承博士 另外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文峰博士 欢迎两位博士 谢谢 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李承博士 您怎么评价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的美中关系 与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美中关系相比如何 那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奥巴马几乎改变了美国刚就任总统先任后热这样一种状况对中国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届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等等都是一开始以强烈的强硬的态度批评中国态度 包括2001年的EP3的飞机的事件海南岛事件 当时对中国非常强硬 后任或者是后期第二任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克林顿时期是这样 小布什是这样 但奥巴马他是美国总统当中第一个在第一任期的第一年就访问中国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主要的双边关系 作为总统他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一点 而且强调在任何几乎任何的国际事务当中都必须要中国的穿语 要中国的扮演积极的有一定意义上的领导作用 这都是作为一个总统来讲他是第一次这样说的 所以跟以前的小布什不一样 而且跟以前的几届总统在中国问题上都不一样 当然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应该说当时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这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它有很多限制 第二个是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期望值太高 他们对奥巴马本人还需要有一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温峰博士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继承的更多就是奥巴马对华政策 奥巴马上台以后的中美关系 他继承的这个小布什的这种成分更多 当时我觉得小布什至少在第二任期 当时中美关系的气氛还是不错的 奥巴马上来以后包括媒体评论都认为他还是 他这个learning curve这个学习的曲线时间非常短 很快的就上手维持了这个中美关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 到目前为止虽然中美关系有一些波折 但是我觉得大的框架还是比较好的 总的气氛还是可以的 刚才李生博士谈到就是说他上任以后不久 就对中国的那次访问 李生博士谈到就是当时中国对他的可能这种期待过高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新总统 他从各方面都是新的 而且他上台以后整个这个国际形势也是很新的 所以双方都有一个这种相互进一步了解 进一步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个我不同意王先生是他对中美关系看好 我觉得现在问题太多了 而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国之间缺乏信任 而且在短时间当中是不可能有信任的 而且呢现在你看两个国家的各个利益集团 都对对方有很强烈的批评 那个在美国我们知道那个经济的实体 包括大企业等等在1980年以后呢 一直是主张有一个良好的美中关系 一直在国会游说要跟中国关系搞好等等 但是在最近两三年当中 由于中国的国进民退 由于中国的这个市场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这外国企业呢 不管是赚钱的还是没有赚钱的都觉得有一种压力 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厉害 就觉得中国的市场呢不如以前那么开放 或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自主创新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保护主义 保护中国的国有企业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呢实际上成为了对中国批评比较强烈的一个组织 但是中国呢又觉得有一个美国阴谋论 所以这两种观点随着中国的强大呢 所以这两个关系呢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而且呢明年的政治大年将会是这个尖锐的程度呢 更觉得会有很多问题会出现 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忽视到两国关系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而且呢未来呢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摩擦 我觉得这个问题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看就是它的那个基础还是在哪 有一些过去很突出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问题 现在可能双方处理的比以前更好了 更缓和了 当然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即使是经济问题 刚才李成博士说了经济上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 现在对中国有很多比较负面的看法 但是中美两国仍然是相互的很大的这种贸易伙伴 这个基础还是在这 所以我觉得总的基础 就是中美两国这个基本面还是在这 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那个当然有两国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交往一个合作 而且有需要在更多的方面与更多的合作 但是呢现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在经济实力上面呢 是跟前几年或者是一二十年是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与之相来的是中国的 就是用美国人讲就是中国的一种assertiveness我不知道是什么傲慢啊或怎么样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自大或者怎么样 那个所以呢使美国人觉得有一个中国威胁人呢 就越来越变成了好像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预测而是一个现实 当然这个有道理或者没道理这次我们可以商谈 但这种情绪在美国人当中是普遍的 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中国的最最近两三年当中 政治制度的缓慢或者是政治制度改革呢 似乎是没有任何进步 所以呢这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一些人士 一些学者 然后呢包括国会的议员呢都产生了很大的担忧 好 焦点对话聚焦热点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对话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任何成熟和稳定的双边关系 需要建立在双方政治 经济 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互信之上 中国军事专家认为 安全因素是美中能否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的关键所在 美中安全关系直接涉及到两国最根本的利益 美中关系的很多起伏几乎都与安全问题有关 其中最突出的冲突包括美台军售问题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 今年7月访问中国时表示 中方渐渐开始军事透明 这是积极的一步 美中双方最近刚刚恢复军事交流 这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路还很长 双方领导人都在努力 我对两国未来的军事关系很有信心 也有专家认为美中之间也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 双方目前在反恐 防止核扩散 国际违和 打击海盗活动 救灾等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两国建立安全合作关系势在必行 美中两国能否真正建立互信 美国之音焦点对话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我们来谈谈美国副总统拜登 不久前刚刚对中国的这次访问 文峰博士我想请你先谈一下 美中双方是不是都得到了 事先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是不是可以认为拜登副总统这次访问 是美中双方要进一步加强互信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我觉得拜登副总统这个访问 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访问 它是中美高层接触对话的一部分 拜登副总统访华 然后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习近平副主席会访美 这个是中美最高层对话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访问是比较成功的 从我看到中国国内的舆论媒体的报道 对这个访问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这确实也是今年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包括拜登副总统 他回来以后大概是前两天 在纽约时报上有一个发表的一个文章 总的来说他的调子也是比较积极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成功的 我是同意这样的解读是成功访问 而且非常有意思 这跟拜登当时川议员的 几次对中国的访问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不好 他对中国批评非常厉害 这次回来他说了中国很多好话 包括那篇文章等等 当然这个解读是比较复杂 有可能是他真的对中国改变了认识 有可能是由于他的孙女 或者帮助他改变了中国的认识 也许中国的那种礼仪外交是他感动了 或者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美国更多的需要中国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而且同时他也得到了 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也得到了 他需要得到的东西 尤其是中国继续会购买美国的国债 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面 当然不会像美国所需要的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是有限的小规模的升值是发生了 所以在这一定程度上讲 应该说大家都得到了大家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来看美中建交三十多年以来 假如从克林顿总统时期 那个时候两国的关系定位叫战略伙伴关系 等于布什总统上任以后 就一度曾经叫做战略竞争对手 又后来叫做类似于共同经营者 或者叫利益相关者 所谓的stakeholder 那么到了奥巴马总统时期 一般认为刚才李承博士也谈到 对中国非常重视超过了执政后期的小布什总统 以至于美国国内就有人批评奥巴马总统 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太软弱 美中关系这样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在不同时期 这样不断的这种定位 一会儿叫这样的关系 一会儿叫那样的关系 这是否说明这个关系实际上并不稳定 双方就是缺乏互信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确实有结构性的矛盾 这一点是事实 就是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很复杂的 我一直比较欣赏这个小布什 他当时他有一个定位 就是说中美关系是complex 就是多面的很复杂的 不是很单一的 包括您刚才说到 包括这个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 都美国政府都试图用 用一个句话或者一个词 来给中美关系做一个定性 战略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对手 或者是利益攸关方这些 但是我觉得这是双方在新的这种国际环境 和两国国内各自的变化的情况下 对中美关系的一种不断地摸索的 这个过程的一个表现 就是大家都在不断地认识 看这个冷战后新的国际情况下 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关系 我觉得强调的复杂性 这实际上是复杂性大家都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是简单化了 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思路 而这个实际上小布什 他一开始是在2001年刚上开不久 他写的东西当中 或者是跟记者的采访当中 就明确表示了中国是一个假想的敌人之一 但后来他发生了变化 这是跟911有关系的 所以不断地在发生变化 使美国对中国的定位 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同时的更大的因素 是中国本身又在发生非常非常迅速的变化 经济的崛起 是中国在过去时间当中 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但同时中国的政治 政治和社会也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媒体的商业化 中国中产经济的崛起 中国利益群体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的军方也在不断地在尝试 自己的政治上的定位 或者外交关系 或者国家安全问题上 或者包括国内政治这方面的定位 所以这些都是未知的因素 使任何一个外国的领导人 在中国问题上必须要谨慎 而不能够轻易地下结论 而且这个是目前美中关系当中的 主要的因素 一个是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 第二个是中国国内本身的 非常迅速的而不可预测的一些变化 我同意李承博士反复强调的 就是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怎么看中国的崛起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怎么对待 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说还是两面都有吧 一方面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崛起 把它作为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确实它也有防范 中国崛起的这么一种 现实主义的考虑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 用复杂的这么一个说法 刚才已经谈到 李承博士谈到 双方还是某种程度上是缺乏互信 需要建立这样的互信 刚才你谈到 你们两人都谈到 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 这一个无论是经济上的崛起也好 还是国际地位影响力的崛起也好 那对美中两国建立这种真正的互信 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呢 或者是还是起到了 延缓两个国家增加这样的 真正的互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觉得战略互信这件事吧 是很复杂的 我愿意 我愿意就是比较简单的 把它把这个战略互信 把我们大家使用的战略互信 这个词啊 给它简单的分类 一种是广义的战略互信 那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 比如说经济 军事 政治 意识形态 文化相互的了解 相互的信任 这是一种 我把它定为广义的战略互信 另外一种呢 就是相对狭义的战略互信 就是刚才这个小片里也强调 就是说军事 军事安全这方面 包括这个马伦访华以后 他回来也在纽约时报上 发过一篇文章 他也使用战略互信这个词 但是看那篇文章 基本上他强调的就是说 军事这一块的战略互信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 比较大的区别的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战略互信 这个概念的这种复杂性 我们说当说这个广义的战略互信的时候 就很难下这么一个单一的判断 比如说中美两国 现在有很多的对话渠道 除了军事的 还有更多的是经济的 文化的 可能两国政府内部 在经济这一块 可能对话的渠道就比较畅通 大家谈起来就比较愉快 双方的信任了解程度 可能就比 比如说军事这一块要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要具体分析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取决于你问谁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带着怎样的世界观 如果你以冷战的观点 如果你以19世纪的战略观来看问题 美中两个一个崛起的强国 一个现在的军事强国 必定会发生很巨大的冲突 但这些是旧的观念 而很值得庆幸的是 美国领导人 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 欧巴马 他并不带着这样的观念来看中国 他反复强调了 那个21世纪需要 这美国的需要 跟新兴的市场国家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搞好关系 因为这是双赢的 而且这国际社会需要这样 美国的领导力不是表现在一方独大 而是更多的跟其他国家合作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他的这个世界观 应该是可敬可贺的 但问题是在于别人不相信他 或者是有的人认为 这只是一个说说而已 在中国呢 当然中国领导人的观点 或者中国学界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不同的 有的人认为 这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不能够以过去的观念来看 而我们希望以对方的成功 作为自己进一步的成功的一个基础 但是问题是在于 很多人还是以旧的观念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观念现在来讲 还是占一定的主导地位 在两国两国家 在美国的国会 在中国的学界政界都是这样 所以是值得担忧的 刚才也都谈到了 美中两国的军事交流 最近的这种军事交流 怎么看这个军事交流 它有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还是只不过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表示我们这个军方又开始恢复交流了 我觉得有实质性的 这实质性的意义很大 这一方面是我个人认为 美中两国如果出现很大的问题的话 或者包括军事冲突的话 主要的并不是利益上的冲突 而更多的是一种误判 这是我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两方面互相的了解 尤其是军事领导人 军事决策者之间的互动 这是起很大的作用 而且对对方的军事 当然的透明度总是有限的 但是一定是这样讲 你可以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同时如果这两个国家 能够在最敏感的军事问题上面 进行合作或者互动 那有什么问题不能谈呢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意义是深远的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 尽管目前很多问题 继续愿意跟美国进行军事 和军事的交流合作和复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清晰的事情 我同意李成博士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中美两国 就是最近展开的这种军事对话 意义确实是很大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达成特别大的这种协议 或者是公施 但是两国军方开始互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即使它是象征意义 这种象征意义它也是很大的 刚才你谈到了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信 分几个层面 就是总体上的互信 还有各个具体领域的互信 那具体领域的这种互信 你刚才文凤博士如果没记错 你谈到这个经济领域 好像双方这个互信的程度 好像比较高一些 还包括比如说政治制度等等 各个方面了 社会还有军事之间的这样的互信 哪一个层面上的互信 你认为更重要 对这两国的建立真正的互信 真正的互信 我觉得军事互信是最突出的 这一点我同意李成博士的这个观点 就是军事这一块 确实是最突出 如果中美两个这样的大国 能够在军事上 能够对话互动 有一定的了解 那什么事还不能谈呢 军事是最突出的 但是最根本的 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意识形态 中美两国是在意识形态上 是差距很大的两个国家 这个可能是很深层次的那种考虑 为什么 军事我觉得它 它虽然很突出 但是它是一种表象 它反映的是双方的那种 思维里面最深层次的那种不信任 可能归咎到最后 意识形态因素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意识形态 这个定义到底指什么 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那个基辛格博士 曾经最近在讲过 美中不承载意识形态的冲突 跟冷战时期相比 冷战时期呢 俄国呢 苏联呢 就是很明确的表明要 这个是你死我 或者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 而现在的中国呢 也很少谈这样的问题 最近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人也在谈这个问题 但是呢更多的我觉得 在很多问题包括中国也要和平崛起 要合作 而不把对方的作为敌人啊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可以缓解 所谓我们说的意识形态冲突 而就是我觉得这意识形态冲突呢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讲只值得商榷的 而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呢 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 这个变化呢 还是远远落后于 中国的经济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 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 而这种政治上的滞后 我觉得成为美中关系的 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 刚才实际上已经谈到 应该是文峰博士谈到 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呢 马英九执政以后呢 比较热络 恢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交流 民间的交流 那么现在马上台湾也要 再进行这个总统选举 如果台湾的政权更替 国民党不再执政了 台湾问题 特别是这个就是美国对台军售这个问题 会不会一下子又成为这个美中关系当中 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也好 最大的障碍问题也好 会不会有这种变化 我自己觉得美国对台政策 还是有一条主线的 到从目前来看 它还是希望在两岸之间维持平衡 所以即使是民进党上台以后 就是两岸的关系会受到影响 那么如果说民进党上台 在台独的这个方向走得太远的话 我们可以回想当时这个陈水扁 他在台独的这个问题上铤而走险 当时遭到了美国强烈的反弹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美国是要维持两岸 在两岸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控制住局势的这么一种政策的反应 我觉得总的来说 美国还是会努力的去维持 两岸这样一个平衡 我同意王博士对美国的 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 但是我想问王博士是 中国是否能接受民进党领导的台湾 那要看这个民进党 民进党如果上台以后 他的这个对大陆的政策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他的政策很明显 你看他的政纲里面已经谈得很明显了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陈水扁八年的 八年的做总统的台湾 已经给中国太多信息 关于民进党领导的台湾 将是什么样的台湾 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 可能还是大陆的一个底线吧 如果说蔡英文如果上台了以后 真的是这个否定九二共识 那么我想两岸关系 肯定是要受到这个消极的影响的 我觉得你刚才讲台湾是最敏感的问题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 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障碍之一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有时候确实需要领导人的智慧 而且需要国际环境的变化 需要更多的了解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 但台湾问题不只是仅仅是一个问题 尽管是最敏感的 还有朝鲜半岛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印度的问题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再加上 目前的经济的摩擦等等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我为什么担忧的一些原因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刚才也谈到了这个 中国在拜登副总统访问中国以后呢 就是中国呢也表示 继续可以 实际上一直也在继续购买 这个美国的政府债券 那么中国已经成为这美国政府债券的一个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这美国和中国的双方这边都有一些担心 美国这边有一些人担心 可能这是不是中国持有的太多了 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会造成影响 那中国那边有人担心 你这美元假如不断的贬值 贬值那对中国是不是也会造成 你怎么看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种担心当然是有必要的 而且理由刚才您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如果美国使劲的印钞票 那么美元不断的贬值 那中国手里拿的 到目前为止 一万多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 那肯定是在不断的贬值 这个中国的利益肯定是要受到损害的 所以我觉得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也是 也担心说 如果中国抛售美国的这个国债 对美国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必要的 李春博士怎么看 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但是根据普林森教授的估计 中国损失了3000亿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当中 当然这种算法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这是会有影响的 而且美国的印钞票等等 或者中国最担心的还是 就是在8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事情 是不是会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专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同时中国也应该更多的 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 更多的考虑中国的这些资源 到底怎么个来分配 或者同时是不是现在中国 是不是要更多的解决国内的 国境民退的问题 而让真正是国家抢民众负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尽管并不一定直接影响到 中国的货币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是相关联的 关于美中能否建立真正的互信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话题 我们再来从布什总统这个时期 到现在奥巴马总统这个时期 美中两国的这种对话机制 从战略经济对话 变成了奥巴马总统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有没有实质上的这种变化 是不是刚才这个文峰博士 在谈这个战略上的互信 和具体一个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互信 如果说双方仍然还需要对话 特别是还要在这个战略层级上来对话 是否就说明实际上双方 根本就没有任何互信可言 我觉得战略 当年的战略经济对话 和现在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还是有差别的 从内容上来说 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 还是扩大了很多 基本上是把当年确实 有两个对话机制 现在就是放在一起了 对话我觉得对中美来说 第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不够的 不能说不能期待 中美两国能够通过这种 战略与经济对话 或者其他各种管道的对话 能够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但是对话确实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更多的 它的一个文字的变化 更多的反映了对政治领域 互相的对话的重要性 政治领域包括公民社会 包括中国的新闻自由 包括两国之间在人权方面的对话 等等的强调 就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地步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讲 包括一些共同的议题 环境保护 气候变暖 反恐等等 这些都连在在一起 但是我把这些都叫做政治块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中国国内本身政治 包括公民社会 人权 或者是中国的 其他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美国非常愿意在这个问题上 跟中国交谈 这反映出 不管你觉得这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这反映出美国本身的一些核心价值 或者它的价值观念 好 交点对话聚焦热点 我们稍后回来换个话题